匿名空服員爆料 为难空服员的这名老外 又买了长荣航空机票 发出讯息的空服员无奈的说 组员只能自保 因为公司没得靠 他就说 OK我现在好了 你可以进来擦我的屁股了 然后当下我真的是 难道这恐怖经历很快会再重演 外籍男子体重将近200公斤 一般轮椅坐不下 地勤人员推到一旁 最后出动机场最大轮椅 才能载得动他 因为他就是 如果你有他的照片 他很大致 我判断他 把他把内裤脱下来 当初男子从洛杉矶来台 要求空服员帮他脱内裤擦屁股 转机到曼谷 还故意打翻饮料 现在又传出 5月17 他会从曼谷起飞 早上6点35分抵达台北 10点10分再飞回洛杉矶 空服员得知消息 不少人大叹心已死 常容内部调查 该外籍男子搭击一共20次 其中就两度要求空服员 帮他擦屁股 谁希望这个事情会再发生一次 如果不要拍到我 当然是最好 就是会觉得公司 为什么不赶快拒载这个客人 公会认为 如果这名男子要再上飞机 应该请他自行准备照护员 或付费由常容准备 最差的状况 也只能请保全 跟着一起飞 协助他行动 避免状况再度发生 但常容航空针对这项爆料回应 不便公开透露任何旅客行程 至于到时候 会不会真的聚在这名外籍男子 把他列为黑名单 常容则说 基于服务和观感考量 一切还在讨论当中 只是无辜了第一线的空服员 现在大家光想到五月 人人自为 这也就是台北综合报道